教训,这绝对是个教训的 留了,留了,留了 晚上下班回家了 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了 去买苹果 看,店铺都开着门了 这么晚都开着门 这边所有的店铺 东西都是奶茶呀 茶叶约色 我都不能吃的 对面也是 什么披萨呀,绝味鸭脖呀 烧鲜草啊,都不能吃的 我发现那些香的 甜的 好入口的 都不能吃 这个芦粉也不错 挺好吃,但是不能吃 我们只能 吃这个水果 很多水果也不能吃 我最近呢,有一个出行的计划 所以说,要采购一些东西 今天先采购苹果 进屋了 看看,我买的什么好东西 两个苹果 好,水蜜糖 其实还有很多水果 比如说西瓜 这个季节吃的 但是不敢吃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糖分太足 不适合减肥 快点起床啦 不要睡懒觉咯 高山的 高山生菜 一个是普通生菜 这个是很有机 意大利一生菜 嗯 芹菜 西芹 西芹 那个 苹果 这个是 陕西的 陕西苹果 黄瓜 买这些呢 主要是 我们平时吃 这家是我们不是一个计划吗 长途计划 路上带的 反正几样吧 哎 终于 没事了 终于止泄了 不拉了 是这样的 不能够喝冷水 冰水 尤其在运动之后 昨天我就是打完球之后 喝了冰的 喝了冷的 吃了冷的 所以夏天呢 想解渴 喝热水 喝热茶 有人问我了 你怎么如此减肥呢 以前没看到你 是这样的 因为 肚子大了 造成什么后果呢 血压 血脂道 我的血压 曾经要吃药的 经过我这么十来天 不到二十天的 在努力 药也不吃了 血脂力正常了 一天不打瞌睡了 我发现 减肥最上道路 走对了 这种科学减肥 是对的 我们吃完了 再减肥 实在受不了了 这么多的好吃的 不能浪费是吧 真的要减肥 也不在乎这一下 赶紧吃赶紧喝 赶紧享受快乐 减肥真的太难 真的非常难办 我也很不喜欢 又能怎么办 我是一天比一天胖 越来越不健康 再不减肥 我们迟早是要完蛋 兄弟 加个关注再走呗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